不一定有趣,但这里足够精彩。大家好,这里是砍球野。 对于勇士队来说,此前连续两个赛季没有打进过季后赛的结果实在是有些过于尴尬。 毕竟此前勇士队还是联盟的顶级强队,还是联盟的公敌。 结果仅仅是因为在18比19赛季夺冠失败之后,勇士队便开始掉入到不断输球的深渊之中。 即便上个赛季库里已经打出了生涯最佳表现之一,但是却依然没有办法带领勇士队杀禁忌后赛之中。 当时的勇士队完全依靠着库里一人之称,给球迷们的感觉就是如果库里在比赛之中没有办法砍下30架甚至是40架,那么勇士队就几乎没有赢球的可能。 虽然最终库里凭借不断地拿下高分,得到了当赛季的得分王,但是勇士队依然倒在了季后赛的门前。 好在五年三关的荣光似乎从来都没有真正过去,昔日联盟攻敌的底蕴也是开始逐渐地显露出来。 在进入到本赛季之后,勇士队的战绩得到了巨大的提升,虽然克莱依然没有迎来付出,但是库里却不再孤立无援,因为他已经有了很多帮手,帮他分担大量的得分压力。 现在勇士队的对手们已经不敢和上个赛季一样肆无忌惮地包夹苦力,这也使得库里的得分变得更加轻松。 2021-22新赛季NBA联赛继续如火如荼的进行中,一场焦点大战在实力不足的金州勇士队与季后赛季与新奥尔良体湖队之间展开激烈的较量。 最终,实力更胜一筹的勇士队凭借史提芬、库里、普尔、维金斯、伊戈达拉等主力的出色发挥,逐场以126比85毫无悬念地大胜了提湖队,取得三连胜的同时也送给对手提湖赛季六连败的结局。 现在的这一支勇士,球员的默契度非常好,这是上个赛季没有的,而且球员都非常无私,都愿意将球传给得分更容易的球员,角色球员融入球队的情况也很好。 当然库里依旧是那个库里,他是勇士所有战术的核心。 大胜啼湖之后,伊戈达拉也是接受了采访,记者问他,2011、2022赛季的勇士是一支出色的球队,还是现在下结论太早? 伊戈达拉谦虚回应,我们还行,我们还在努力中,我们之前的赛程很好,所以我不会太关注战绩,我们正在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勇士目前的战绩是七胜一负,常规赛初始阶段的战绩并不能决定最终的战绩,毕竟新赛季是82场比赛,如何在接下来的比赛里面保持状态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勇士本赛季的目标就是为了拿到更好的成绩,竟最大努力走得更远,现在的勇士还不是完整体,因为还有克莱汤普森没有付出,克莱汤普森现在已经能够进行3v3的对抗训练了,相信他距离付出不是很遥远了。 勇士新赛季还是有所改变的,其中库利的出场时间顺序已经开始了变化,之前的库利都是12-6-12-6这种时间顺序,而现在库利在第三节和第四节的时间有所变化。 库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个事情,他也是同意了这种轮换模式,当然现在是赛季初期阶段,球队也在继续赢球,所以暂时不会回到之前的出场模式。 本场比赛,格拉汉姆、哈特、沃克等人便试图带领提胡队完成比分的压制,但是库利和佩顿,伯特硬是在进攻端帮助勇士队完成了领先。 最后,提胡队纠缠了上半场,两节比赛便崩盘,下半场伊哥达拉联手别利查带领勇士队直接打花了比赛。 最后,勇士队的各大核心几乎都是疯完的状态,包括库利、维金斯、佩顿、伊哥达拉、普尔等等,几乎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威胁。 据统计,提胡队本场比赛并没有给到勇士队很大的威胁。 其中,瓦兰丘纳斯在进攻端得到了20分15篮板的两双数据。 格拉汉姆进攻仅仅12中4得到12分,哈特得到了10分9篮板。 反观,勇士队这边的各大主力基本也算得上是常规操作。 库尔一人独得26分,库利投篮15中午得到19分6助攻2盖马。 维金斯稳定输出16分,连丽查得到了13分,小佩顿贡献15分,伊哥达拉送出2分时助攻2强断。 从比赛来看,提胡队的战术基本是一目了然。 在库利首节比赛神勇发挥之后,便在后续的比赛中遭到了提胡队死无忌惮的围剿。 提胡队根本没有把比赛的胜利当作是第一目标,而是比赛可以输但库利必须掐死的状态。 库利在进攻端确实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但是勇士的其他主力得到了绝对足够的发挥空间。 在非常完美的战术流畅支配之下,勇士的各大核心几乎都有所发挥。 值得一提的是,博尔在进攻端似乎有仓位成为勇士队老大的嫌疑。 伊哥达拉在其他队伍装死,但是回到勇士队立马复活也是令人感到惊喜, 而维金斯一如既往稳如老狗的得分。 除此之外,佩顿、连丽查、李等人支配的第二阵容确实非常不错。 主力阵容得到克莱,汤普森回归必然会有不同程度的势力提升。 轮换阵容在库明家与穆迪归队之后也会有新的突破。 对于勇士队来说,本赛季的总冠军必然是唾手可得的存在。 至于史蒂芬、库利,按照目前勇士队的打法基本是很难获得得分王的存在。 但是,勇士队本赛季保底能够打进西部前三。 在库利的带领之下,勇士队的最强阵容将会再度给到球迷巨大的惊喜。 或许这一次的勇士队,不再是15赛季的平民球队,也不再是18赛季的超级四巨头,而是一直具备夺冠与随时重建能力的完美球队。 综上所述,如今的金州勇士队无疑成为了本赛季NBA联赛的最大赢家。 在刚刚结束的勇士队对阵提湖队的比赛之中,库利发挥不佳,三分球仅仅只有13中五,得到了19分3篮板6主攻的数据。 如果是上个赛季库利打出这样的数据,那么勇士队几乎没有任何可能赢下比赛。 可是本昌比赛勇士队却以126比85击溃了对手,分差达到了夸张的41分。 这是一场典型的勇士队比赛,当然是五年三冠时期的典型,那就是在第三节打出一波流,彻底击溃对手。 勇士队在第三节砍下了34分,却仅仅让提湖队得到了16分,在攻防两端都打出了出色的表现。 即便库利发挥不佳,但是勇士队依然击溃了对手,现在勇士队已经不需要库利每场比赛都砍下高分。 当然库利在场上依然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本场比赛普尔再一次迎来了爆发,拿下了全场比赛的最高分26分。 他的进攻几乎不可阻挡,成为了库利身边最值得信任的火力点,正负值更是全场最高的加31。 很多球迷都认为普尔已经有了成为勇士队第二巨头的潜质。 如果他能够更加稳定地进行发挥,那么即便是克莱复出之后状态不佳,勇士队也依然会是联盟的顶尖强队。 勇士队目前已经取得了六升一负的战绩,还在西部第二。 当然他们取得如此不错战绩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库利与普尔的发挥,格林与维金斯的复苏也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维金斯现在基本上已经告别了之前的养生打法,而是开始逐渐成为了勇士队封线上的一把尖刀, 可以提供大量的进攻火力,并且维金斯的防守同样非常出色,可以在侧翼提供大量的协防支持,提升了球队的整体防守效率。 格林在进攻端的表现虽然并没有太大的起色,但是在防守端依然是球队的核心,用时也是球队支配球的重要节点,可以帮助库利等人获得更加轻松的得分机会。 如果克莱复出之后,能够恢复到昔日芭城的状态,那么勇士队的实力将会更加的恐怖。 在篮网,国人以及熊路等强队都出现了实力退化迹象的情况下,勇士队本赛季很有可能再一次打进总决赛之中,甚至是燃指总冠军奖杯。 好了,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订阅,我是侃球野,咱们下期再见。